嗨我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Bella 歡迎來到我的風格美妝桌 因為我最近的皮膚比較敏感 我就喜歡用比較天然 然後沒有化學的產品 那這幾個是Drunk Elephant 然後Dr. Barbara Sperm 這個它裡面是有加CBD Oil 然後可以舒緩臉上的癢啊 不舒服或是過敏 那我一般上妝前呢 會用像這種推臉的棒子 先按摩然後把我的所有的皮膚啊 讓它活絡起來然後再開始上妝 那我平常上妝呢 比較不會喜歡很厚的 大部分都是以遮瑕膏來遮該遮的地方就好 然後比較不會說上很多粉底 那我一般就是用Fenty跟Nars的這兩個遮瑕膏 再來就想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眼影的部分 像Nars這種 或是Charlotte Turbury 都是這種比較乾燥玫瑰粉粉紫紫的這種顏色 然後有點亮片的都是我特別喜歡的 然後呢我highlight呢 我很喜歡Hourglass這個牌子 那我用的這個已經被我用到 都有凹凍了 它這個裡面就是有修容 有腮紅 然後還有打亮 我一般呢就會很注重在鼻子 然後鼻尖這個地方 然後還有C字部位跟唇 所以看起來嘴巴會嘟嘟的 所有底妝用完之後呢 我都會用這個LARMA SEAR的蜜粉 我用的是沒有亮粉的 所以看起來整個妝很服貼 然後一整天都很持久 他們那時候我還要專門寫我的名字 因為我很喜歡美妝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上面有些都會有我的名字 就會覺得很特別 像這個Charlotte Turbury的Lipstick 他們有人幫我刻Bella在上面 然後就會覺得只有我一支只有我有 我平常喜歡的唇色呢 都是比較偏豆沙色系 乾燥玫瑰色 所以都是比較偏深一點的 那還有一支我非常非常推薦的是 Pat McGrath的 是霧面的 然後這支已經算我所有的Lipstick裡面 算顏色稍微淺一點點 但它其實還是很豆沙色 然後呢非常非常持久 也一點都不會乾 但是它是霧面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很神奇 那我平常在家呢很喜歡 點蠟燭 我覺得蠟燭一點起來 就有讓整個家裡很有氣氛 然後我很喜歡 羅伊菲這個 番茄葉 非常非常的香 然後很放鬆 不會是那種 讓人會頭暈的感覺 然後呢這兩個香水呢 是我平常比較會用的 這一個是Lelabo的Rose 玫瑰的味道 淡淡的 讓人很放鬆 然後再來一個是我最喜歡的 Buy the Fireplace 是Mation Magella的 我平常都會把它帶在身上 因為這是小的隨身瓶 我已經快把它用完了 這個味道就會讓我覺得 是比較偏中性 可是又有點女人味 有點性感的感覺 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個味道 再來介紹一個 這個Brazilian Bomb Bomb 真的是我覺得用完超好用 它是甜甜的 然後有一種少女感 但又不會膩 然後它很滋潤 然後呢它同一個牌子的 有出一個是噴頭髮的 所以我可能洗完頭 然後吹頭髮前 我會噴這個 我身上呢也會帶像這種 維他命C的急救包 所以如果覺得快要感冒了 不舒服我都會泡一杯來喝 然後還有這個茶呢 是一個印度的瑜伽大師 他的茶叫Yogi 每一個他都有不同的味道 然後有不同的功效 然後每一個包裝打開之後呢 他的那個茶都會給你一個小小的 很正面的能量的一句話 所以當你早上起來喝的時候 就覺得嗯 今天一整天心情都會很好 那大家一定會覺得 這是什麼這麼大一個 這叫做水晶波 對它其實輕輕的這樣子用 它的聲音可以傳到非常遠 然後會讓人很平靜很舒服的一個感覺 因為我很喜歡身心療癒的東西 音波呢是直接可以療癒 進入人心的一個一種方法 然後再來呢介紹一個 我的甜甜圈 我都叫它DONUT 那它是呢 水晶跟外面是有銅線 這樣子一圈 那這個呢會連接這個專門的MP3 然後我在MP3裡面灌了不同的賣輪的 不同賀滋的音樂 那連接這個之後呢 它會直接傳音頻出來 平常是聽不見看不見這些東西 但是它的就是頻率傳出來 那我會搭配我冥想靜坐的時候 我就會讓整個人的脈輪打開去感受 然後就在我冥想上面幫助我很多 以上就是我的風格美妝桌 然後希望大家還蠻喜歡我今天介紹的秘密武器們 請大家持續關注L 然後看到更多關於L的美妝跟我的報導 謝謝喔 我剛剛那個會不會很慫啊 我還在美妝 謝謝喔 謝謝